近期巴西新冠疫情形势严峻 迫切希望通过接种疫苗缓解疫情 中国科兴公司研制的新冠疫苗 在巴西备受赞誉 当地时间10号 巴西圣保罗州州长若昂多利亚 在发布会上宣布 权威医疗研究机构 布坦坦研究所 与圣保罗大学联合开展的一项 研究的初步结果显示 中国科兴公司研制的新冠疫苗 能够有效对抗在巴西 英国及南非发现的变异毒株 据路透社10号报道 巴西卫生部近日致信 中国驻巴西大使馆 寻求未来三个月内 向中方药企采购 3000万剂新冠疫苗 以确保巴西疫苗接种计划 不会暂停